市场火呢也因为安检问题 各界相当质疑台中市政府 在昨天台中市政府特别召开了公安汇报 下午就立刻大刀阔斧 连拆了两间酒吧小吃布 业者措手不及更痛批说 市政府根本是只打苍蝇 不敢打老虎 地板大火又烧出了台中市的公共安全问题 上午才开完公安汇报 中午立刻有大动作 OK 然后它是开在地下室 独发局大刀阔斧 把门口招牌拆得一个都不剩 甚至断水断电 因为小吃布附设卡拉OK 违反建筑法 让业者心都凉了一大半 另外一间夜店酒吧 在地下一楼违反建筑法规 贩卖酒精饮料 也同样受到拆除的命运 你不能说因为阿拉夜店死人 然后你就把台中市的夜店 全部给打死了 这是不公平的 那金城报为什么你不去杀 明明原地下午四点的消防安检 却突然改成了断水断电 对于这项击查行动 市民的反应不一 至少有做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 就是至少有在做 就是做做样子啊 就是事情过了 就是 就也是一样这样 每次遇到大型公安意外 就会全面严查 周而复始 市民已经失去了耐心 希望政府能够真正的拿出魄力